轰6K再旦巡视大国边疆 威震八方 引得硬霉一片哗然 这一重磅消息 也让陈济多年的六爷 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之中 有人说 他是国产战机中的战神 是我国空军的核心力量 也有人说他自研发起 就是个失败品 即便是魔改版的轰6K 也根本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古董轰炸机抗衡 那么轰6K实力到底如何 是战神还是失败品 还请耐心看到最后 我想答案就在每个人的心中 自打战争进入空战时代 轰炸机便注定大放光彩 成为化时代的产物 在整个二战时期 轰炸机的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在美制B-29轰炸机出现之前 纵使美军实力再强 也只能和日军隔着太平洋 展开海上消耗战 死伤惨重却成效甚微 但随着B-29的出现 战场形势瞬间转变 美军轰炸机让日本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更是不远万里扔下两枚原子弹 彻底碾碎了日本战斗到底的妄想 即使那时导弹技术已如雨和春笋一般 迅速发展 但仍旧无法替代轰炸机的重要地位 轰炸机的使用更加灵活 可以精准轰炸 大范围清场 更是可以重复使用 能极大程度降低战争成本 随着核武器的普及 战略以此成为了时代主流 1957年 国产原子弹研发 正式拉开序幕 那时还没有导弹投送这一概念 所以我们急需一款大型战略轰炸机 作为核武器的投射平台 执行战略任务 而我国空军原有的轰武 只是小型战术轰炸机 已经无法满足我军的需求 于是便派起23名航空专家 赶赴苏联谈判 准备弄几架图16回来研究一下 图16轰炸机 是苏联图伯列夫设计局 于50年代研制的一款 双引擎喷气战略轰炸机 该机型空在最大航程 7200公里 满载作战半径 只有2000公里 最多可携带15吨的炸药 虽然性能只是同时期 每支B-52轰炸机的一半 但在当时来说 也是十分先进的存在 毕竟当时的轰炸机 基本等于现在的航母 都是大国才能把玩的大玩具 在8200万卢布 与兄弟情义的共同作用下 老大哥给了我们生产权 并原建一座中型轰炸机制造厂 再提供20架整机灵附件 40台发动机 以及96样基载仪器的成品 和毛皮材料 在1960年上半年结束前复兴 1959年1月 两架样机率先落户中国 一架交由哈尔滨飞机场 发动机场拆解研究 另一架交由西安飞机场 发动机场拆解研究模具规格 一时之间 全国各地 有人出人 有力出力 同年5月 完整的技术资料 图纸 与苏联专家抵达 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套整机部件 和一套散装部件 67天后 中国自行组装的首架图16 首飞成功 并转交给部队使用 本以为 事情能就这样顺利解决 但是老大哥毁约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专家全部撤走 约好的20套零附件 最后只交付了9套 我们当时并未掌握 中型轰炸机的完整技术 只能根据已有的半截知识 自行摸索研制 但我们也要感谢老大哥 如果不是他们放弃了我们 我们或许还要很久 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甚至走进和他们一样的死胡同 至少我们自行摸索出来的一半 是完全吃透的一半 这也为之后的魔改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要将图16国产化 那就一个螺丝钉都不用他们的 在西安飞机场副总工程师 陆宋善的建议下 工厂摒弃了费时费力的 苏联装配工艺 改用从英国引进的设备与工艺技术 加速了国产轰炸机的研发进度 由于当时我国工业水平 才刚刚起步 发动机的国产化仿制 成了最大难题 仿制PISM型喷气发动机 制造出的窝喷8 整体性能根本无法达到 原型机的水平 直到1966年10月 首架国产轰6才完成首飞 随后定型进入量产 而初版轰6受加工材料等技术限制 性能也十分惨淡 航程载弹量速度 比起图16都大大缩水 只能说它是一款合格的轰炸机 但跟同时代的其他产品 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我国科研人员深知技术短板 需要时间和精力去补齐 于是便对轰6展开了漫长的魔改 它们并没有让每一架轰6都变得完美 而是根据不同的需要 研制不同的版本 比如想要提高速度 那就在提升发动机技术的同时 去掉不必要的系统设备 降低载弹量或是降低航程 于是轰6家族 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浮现 轰6B、C、E、F 擅长电子侦察 越往后的型号 远程作战、突防、抗干扰等能力的提升 越明显 轰6D、G、M、G 是海军特供 反舰专业户 而轰6K、N和未能服役的轰6I 则是实打实 用来搭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 各项性能均均衡发展 十分出众 在正式开始聊轰6K之前 我想先提一嘴轰6D 因为这是轰6家族里 真正有过实战经验的一款型号 还差点击沉美军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提它比较来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需要发展经济的我们 正式进军国际军火市场 可以说是除了核武器 啥都能卖 毕竟展示出来的装备 大部分都是改的 1984年 约旦找我们采购了四架轰6D 以及50枚C601反舰导弹 轰6D搭载有245型雷达 可以稳定检测到 250公里内的航母等大型目标 而C601反舰导弹 可轻松击沉150公里以内的 6000吨级战舰 谁知道 约旦拿到货后 直接转交给了伊拉克 当时伊拉克跟伊朗 正打得如火如荼 双方无差别的袭击 过路游轮 一年不到的时间 伊拉克就击沉了 14艘巨型游轮 弄得其他国家 也是人心惶惶 1988年5月14日 伊拉克轰流地编队 在达曼港附近的海域 发现了一支 由美国海军构成的护航编队 于是迅速锁定 其中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并发射反舰导弹 该舰警报声瞬间大作 急忙就近躲在一艘巨型游轮侧面 并放出干扰弹 又是没有全程制导能力的 C601反舰导弹 默认袭击了雷达目标 更大的游轮 导致该30万吨级游轮沉没 先不说谁对谁错 要不是有个游轮挡枪 这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就算不沉 也得返场大修 而轰6K的性能 比轰6D高的可不是一个档次 2015年9月3日 9架轰6K战神轰炸机 气势恢弘地飞过天安门上空 整个世界眼都看直了 轰6K可以说是轰6彻头彻尾的魔改版 它集中了我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果 从前往后看 轰6K前半机身稍有缩水 换上了全封闭的流线型整流罩 取消了领航员舱 改为了雷达设备舱 舱内加装了新型火控雷达 搜索雷达 显示红外探测装置 光学瞄准设备 和标准数据链系统 中部机载机炮全部取消 尾部的无线电操作员舱也被取消 改装新型主被动大功率电子干扰设备 等于是完全放弃了搏斗能力 改为了科技防御 增加了突防的安全性 但它火力依然凶猛 轰6K在机翼下方增加了外挂结构 可额外挂载6枚导弹 配合上强大的发动机 最大载弹量已经达到了15吨 同时 轰6K将内部弹舱改为了可拆卸的大型燃油舱 可以在航程和载弹两种模式之间切换 此设计主要是为了根据某些任务需要 以便携带体积庞大的钻地导弹 至于发动机部分 轰6K换装了重量更轻 油耗更低 推力更大 性能更加可靠的D30KPR涡扇发动机 为了更好地发挥发动机的性能 同时也对轰6K的进气道 尾喷等气动结构 进行了针对性的重设与修行 并成功将推力又提升了30% 耗油量降低了20% 续航能力大大增加 使得轰6K满载作战半径 已经超过了3500公里 成功将关岛区域笼罩在内 再配合上射程2500公里的 长箭式空射巡航导弹 打击范围已经达到了6000公里 足以覆盖第二岛链一息的广大区域 看到这里 一定会有人不服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还不是轰6改出来的 改了半个世纪 在航程和载弹量等方面 还不是跟图16差不多 跟老古董B-52 更是没可比性 要它能干嘛 人家每支B-2作战半径 近万公里 能载弹22吨 还会隐身 额制图160 坐战半径7300公里 能载弹45吨 能超音速飞行 而轰6K 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款 远程轰炸机 更不能算是战略轰炸机 你拿什么跟它们比 又怎么好意思自称战神 虽然这是事实 但我可以保证 轰6K的战斗力 和二者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分析二者 强在哪里 不就是一个会隐身 一个会超音速吗 它们的初衷 是不是都是为了突破 对方的防线 然后扔下核武器 一招将军 同理 是不是轰6K 只要能将核武器 投送到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就算合格了呢 那么 以致轰6K的作战半径 约3500公里 它还需要多远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答案是 至少6000公里 才能达到每支B2的水平 以轰6K现在的技术来说 可以通过一至两次加油 来大幅度延伸作战半径 再配合上射程增加的 长剑20改进型空射巡航导弹 足以打击到夏威夷 甚至是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 无论轰6K再怎么改 它都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作为传统轰炸机 其自身雷达反射截面级特征 是战斗机的数十倍 甚至可以说 B2隐身性能有多好 咱们飞起来就有多拉风 只适合在拥有 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 实施凌空轰炸 还必须有大量战斗机护航 否则 其自身安全 将受到极大威胁 而我国周边情况十分复杂 美军在第一第二岛链等战略要地 都不只有严密而完善的预警网络 甚至是防空火力网 轰6K干闯都十分困难 更别说空中加油了 但是咱们的轰6K 走出了一条 与美俄两国都不相同的路 那就是搭载空射型洲际导弹 彻底改写空机和武器的传统理念 或许有人会觉得 这是多此一举 东风家族与战略核潜艇 都是洲际导弹 何必再弄个飞机版的 咱们有去老画脚 既多不压身 多一个选择多一条路 万一这真打起来了 我国在对方首轮核打击下 保留实力的概率 将成几何倍数上升 要不是我不管事 我恨不得再弄个空间站 用来发射洲际导弹 就俩字 豪横 回过头来再看B2和图160 他们那个不得冲进去投弹 他们想装洲际导弹 还装不了呢 B2需要隐身 不能外挂 图160需要保持流线结构 也不能外挂 或许这就叫俯火相依 为何我国要疯狂魔改轰流 而不是尽早研制一款战略轰炸机 还是那句话 轰炸机是大国的玩具 对付小国用不上 对付大国有风险 基本就靠吓唬人 咱们已经有东风家族了 所以战略轰炸机 就并不那么着急了 而且战略轰炸机 是远距离攻击型武器 咱们可是向来崇尚和平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就算遭到了冒犯 也会视情况决定 给对方弥补的机会 除非对方直接动手 否则咱们根本用不上 所以国产战略轰炸机 研制的进度较慢 一件武器的发展 必须瞄准的是未来战争 必须有技术的先进性 美国向来讲求 装备领先世界一代 别人都是四代机 他就搞个五代机 别人开始有航母了 他就硬编未来航母 所以咱们的新型轰炸机 一定是瞄准了B2 问世之后 绝对要比对方先进 要不然比人家晚出了20年 何必呢 而这类研究 向来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 和科学实验 需要大量的技术积累和储备 也需要庞大的资金作为支撑 纵然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 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所以只要还能用 改造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轰溜家族五花八门 也不是很难理解 七个葫芦娃 合体成为小金刚 就问你怕不怕 而轰6K作为我国战略轰炸机研制成功之前的应急空中打击平台 在可能会发生的未来立体战争中 担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 那就是保证我国空中力量的妥善率 超音速轰炸机和隐形轰炸机 不仅建造成本高 维护代价比起传统轰炸机 更是成几何倍数上涨 美军引以为傲的B-2轰炸机 妥善率远远低于古董B-52 妥善率低下就意味着同时可用的飞机少 平时大部分飞机都趴窝不能用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10架B-2保养费一大笔 平时任务用不上 急着用的时候 却只有三四架能直接用 而B-52几乎不需要保养 可以执行绝大多数任务 加满油就能跑 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不是说B-2不重要 而是说B-52不能少 我们不能以为轰炸机问世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轰炸机的威慑作用远远大于实战 我们比起美额的不足 在于没有B-52而不是B-2 所以轰炸机时等到轰炸机问世 也不会轻易退役 因为他需要国产B-52接班 正如我国那些含辛如苦 默默付出的伟大科学家一样 比起零星出现的天才后代 他们更想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腾飞 是中华儿女的自强不息 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 无论是轰溜 还是那些最可爱的人 都会再次淡出我们的视线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是他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空 老兵不死 只是逐渐凋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